古文化的大學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各位同友 歡迎大家今天來 enlighten 這個地方 這地方 大家越來越知道 怎麼樣在這個地方辦活動 明天也會有一場 那我是童雲章 目前負責台灣大學的 遠處民主研究中心 我們最近去年 我們去年也是在這邊辦活動 我們這兩年都會在這邊辦活動 就想著說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辦活動 可能感覺比較溫馨 一天還可以聽到雨的聲音 然後有咖啡的香味 然後偶爾他煮咖啡的時候 對…還有一些背景音樂 所以大家講話都可以大聲一點 好 那也希望大家在這邊 會覺得是一個比較好講話的一個地方 那非常歡迎大家來 我們今年的系列 演講的系列 我們目前安排的是四場演講 然後一場是論壇 那主題是原住民族 與佛物館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實際上我們在背後的一個 照說這個題目會在我們論壇變得非常明顯 我們要談其實是文物返還 那我要非常感謝我們今天第一位 這系列演講的第一位 目前在台國擔任研究組的主導 李子民先生 那我有了這個像我們幾個人討論之後 有這個想法之後 就跟李先生討論 李先生就覺得這個題目 這個時間應該要談 那也有相當的東西可以談 之前2005年李先生就有一篇文章 談文物翻完 然後這個題目 有一些人談可是不是 這個題目好像一直沒有出來 那我在台大人類學系 那人類學系有一些 申請國保的兩個例子 然後園民會這邊也有園民會主宗 安排大館帶小館這樣子的計畫 之後發展出來了許多像台國 以台國來講 台國後來做文物返鄉 那就是李先生在這個 這個文物返鄉的工作上面 角色非常的重要 那剛包括 謝謝 包括跟齊美 跟大同 還有跟獅子鄉有過兩次 齊美也是兩次 那另外目前正在進行的 還在進行的是海端鄉的布農族文物館 那另外還有一次方向好像不太一樣的 是萊毅文物館的手文展 是到了台國 由萊毅的文物館策展 在台國進行策展 有這樣一個手文主題的一個展覽 所以這個變得密度 至少一年一次 然後方向不只是 台國的文物到了部落 到了鄉的地方 也包括像萊毅的李子 萊毅的人 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 在台北州策展的工作 那而且整個這個系列 是用文物返鄉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李先生幫我們做第一場 幫我們破題 那這個題目有它的國際性 那這個國際性 我們在我們的書面裡面也有簡單的介紹一下 那所以我們今天會從一個外面的國家主要 這個議題怎麼出來的 它的國際面向的什麼 也有一些比方1990年 美國有一條法律非常重要 我們在談的時候 你現在很快的時候 就是這個法律非常重要 這法律出來也該檢討26年 我們現在應該來看一下 它對台灣有可能有產生一些什麼樣的意義 那另外我們也知道七八年之內 台灣原住民族博物館就要成立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一個期待 那這樣子一個博物館 大家對它興趣是什麼 那這個博物館怎麼樣 希望它可以做得好 它需要一些怎麼樣的一些準備工作 那台國到現在用文物返鄉的做法 然後我想最特別的一個事情 雖然跟台灣原住民沒有直接的關係 其實是林相的這個例子 林相是用一個長期信託的方式 帶回到送回到雲林的寺廟 它原來出現的所出來的這個寺廟這個地方 那所以我們知道這麼多時間以來 不同的博物館都在 有不對於這個議題有不同的掌握 然後有開發出目前法律之內 各種的可能性 台國在裡面非常重要 那我們今天就請你先 先從一個國際主要的一些政策跟趨勢 先幫我們介紹 我們歡迎李先生 謝謝大家 我們就不站起來 免得打到這個螢幕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談這個問題 這個議題其實對大家來講也是很關心 對我來講其實也很謝聲 其實我自己在國務館工作 實際上過少都會接觸到這個螢幕環境 或者是人家來問這個螢幕規盤的問題 多年來也接觸過一些案例 但是我今年來 今天這些並不是準備要來講這些我經手的案例 我要來講一個大的 國際上的這個國務規盤的環境 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 我是找從這些例子裡面找同感 像是美國的NACFA 待會我會講到 這些案例其實都對我們 或者對我自己如何看待 在國內所處理的案例有深刻的影響 所以我想今天能夠有這個機會來順便講一下 這個規範的這個議題 我覺得其實是把我的心得 我必須說可能是我個人的心得 我的詮釋 受我的解讀的影響 是我個人的心得 但是我想把這些給大家分享 但是其實就像我說的 我覺得其實文物規盤一開始 這個議題真的是非常龐大的 如果你仔細去找出料 你要去寫這個論文的話 或者你要去做什麼的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議題 光是一個案例可能就是 好幾本書 好多資料 同時它也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議題 我接觸到這個事情 就是最近也看到 大家有沒有聽到最近有一個 好像不是這個文物規盤的問題 最近最近在炒的 故宮南院不是把幾個成龍送的送手 放到那裡 然後故宮院長在爭議說 它到底是公共藝術還是裝置藝術 那麼大家其實這個問題其實也背後 也不光是裝置藝術 或者是公共藝術 這個好像沒有不適合物規盤 人家是成龍做的送來的 但是如果沒有前幾年 故宮 不是那個大陸圓民園的那幾個獸手 在高度的注目之下被拍賣成這麼高價 背後如果不是有其他這種 跟文物規盤類似的這種民族的心態在作祟的話 如果不是這個送手被這麼炒作 陳龍大概也會做一些複製品 來給故宮南院開張 那麼這個就不成問題了 背後也還是很有爭議性的議題 每人提到這個 大家有一個事關舉的話就會很情緒化 那麼常常又會導致變得有高度的新聞系 那麼記者姐最喜歡到國務館問說 爭議有沒有人來跟你追討 這些都是國務館最好的新聞 他們這個非常有爭議性故事性 那麼其實最後又會讓整個事情 變得更複雜更爭議更情緒 那麼 我的意思其實每一個規盤案件 其實在我們國務館裡面 就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處理所有的文物規盤案件 都有第一個原則 那是什麼 每個案子都是主立的 也就是說你上一個 下一個案子來跟我們談的時候 不要說上一次 你為什麼訪給希拉雅族 為什麼訪給蔡雅族 那為什麼不訪給阿美 其實國務館其實考量的是這個 他其實怕有所謂的連鎖效益 我也在等牌效益 但是這個完全是如此啊 就理解文物規盤這個議題來講 我覺得每個案子當然有它的特色 每個文物是什麼 那麼規盤的對象是什麼 都會影響到每個案子 它其實是不可統一而已 其實是正確的 但是這並不表示說 我覺得文物規盤沒有一個長期性的趨勢 或者是案子 它和案子之間沒有關聯性 其實我看的情形 我們其實長期看下來 我覺得一個高度成功的案子 或者不成功的案子 其實多多少少會影響下一個案子怎麼進行 都會有影響 雖然說跟他我們這個 officially 你們會說上一個案子不影響 但它其實都在影響 而且國外的案例會影響國內的案例 所以這個其實整體上來看 它是一個有一個方向性的 也會影響到前面後面出演的案子 所以我在考慮這個問題 其實我在考慮文物規盤 可以提到怎麼談的時候 有兩個愁豫的地方 第一我可以談比較general的趨勢 或者是用比較抽象風澤的說明 國際上是怎麼做 那麼另外一個我覺得其實更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時候受到的影響 是一個個的主要的案例 其實尤其是比較經典的 也許大家比較熟知的案例 那這些時候其實我們在處理這些案子 後來的時候 經常會被這些過去的案子所種用 因為過去的案子其實一直都存在 從19世紀開始延燒到現在 有很多重要的案子 那麼我覺得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我想要講個策略 就是我想用七個案子 其實七個案子 每個案子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很龐大 像LG Marvel和大英國管的案子 都是大家很著名的案子 資料也很多 我想用七個這樣子 我覺得很重要的案子 來勾劃出我自己所理解的 國際文物規範的趨勢 還有它對我的歧視 當然我挑這個案子其實很主管 我其實是挑我覺得很有意義的案子 有些案子我不免挑過 因為實在太多了 但是個別的案子 也沒辦法講得太深入 我想做的是透過這七個案子 來勾勒出我覺得現在長期的 國際間文物規範有什麼樣的趨勢 辯論的意義 大家在吵真什麼 如果它有真意性一定是有所真 那麼到底在吵什麼呢 到底誰該 或者是更進一步是 對我國務館來講其實更重要的 我要怎麼做 其實很重要 還不還當然是一個行動 但是你要怎麼還 或者怎麼跟它還 最後你要還得漂漂亮亮 還是還得很不情不怨也會很重要 所以要還與不還 其實不只是兩個選項 很多選項 那麼到底這些行動背後 貫穿的一個態度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它表面上是所有權是真 其實我覺得背後可能還有更多的因素 但是其實在講這些之前 我待會兒講的一個案例 可能限於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講太多 所以剛剛跟董老師也講好說 我會留下多一點的時間 給大家提問 如果大家對這些深入的問題的話 我願意再回答中間 因為我們今天談 因為案例比較多 我沒辦法一個個深入的談 其實那些都是高度的 很多現成的資料 我只是想透過這個例子 來闡述我的想法 但是在講這些觀點之前 我還要講出 其實文物規法 其實就我所理解的 至少可以分成好幾類的 什麼藝術品類 這個 像這個 蜘蛛的 其實那個也不算藝術品 比較算古美術品 但它其實是比較藝術品類的 那麼我們大家最看到的就是 大英博物館才跟我會談 大英博物館和這個 這個 希臘政府 那個 哈森龍神殿的那個 那個雕塑 還有很多 還有牽涉到大家 常常在西方很矚目的 在大家 在台灣可能不見得那麼矚目 包括納粹 納粹這個搜刮的這個 藝術品 歸還問 前一陣好像就有一個電影 那麼談這些問題 然後還有更早的 也許就是拿破崙 羅浮宮之所以 之所以收藏這麼多 完全都是由拿破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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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然後特別從各地 把藝術品搬到法國來 那麼這個年代比較早 但是一直延伸到現在 那這種大型的 藝術品類的文物的規盤 常常是高度矚目 那麼大家所理解的文物規盤 也常常是把它放在這裡 但是放在這些想像 一提到文物規盤 就想到這個 英國啊或者是中國啊 這種高度這個新聞性很高的 但是其實 長期來看 或者整體來看 它其實是一個 雖然是對大家很注目的 但是其實也是因為太注目了 所以看起來反而 成功的機率 成功性不是那麼高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它是一個類 但是背後 其實它跟其他的類型 固然有一點 但是也有相似我們之處 那另外一類我想像 跟今天會比較有關 我也會比較著重討論 是一個民族 族群民族文物類 那麼它也可能是國籍 像那個我們接下來的 有一場 朱立琳老師 朱立琳要講的那個 紐西蘭的文面人頭 Koimoku 那個規環 那就是很多流落到西方 其他國家的國務館 大英國務館 Lupus Pesonia 的國務館 它如何規環 國際形成 但是它其實是主題的 當然還有國內形成 也許跟我們最有關的 台灣民族民族文物圍 違反的問題 那麼我覺得這個 在這個案例上 比較對我 我其實是什麼 待會兒會提的就是 美國的納豆 但是我也會提一些 加拿大的提案 因為像這種 其實像這幾個國家 美國 加拿大 還有澳洲 紐西蘭 它的情況 比較跟台灣 不像一些歐洲 因為它的國內 其實它 這個 族群的對象 其實不在它國內 那麼 紐西蘭的毛利人 可能去跟 這個 英國法國的國務館 去追討的情況 或者要求 穩木規環的情況 跟紐西蘭的毛利人 跟它的自己 紐西蘭正式 去追討的情況 其實 整個 整個案例的情況 其實不太一樣 那麼 其實分成國內 國際 其實是 其實是有其必要的 那麼 其實文物規環要分成四類 單獨來談 其實都很有 都頗為複雜 那麼 更何況有些四類 還把它 還把它 還有包括 經常還混雜在一起 那麼 假如說議題來分的更多了 我們可以說 它的法律層面 可以從它的政治層面 可以 文物規環也經常稱之道 不只是法 也不只是政治 還是行李層面 你們法律上面 其實不見得有爭議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會 會導致說 其實 讓這個文物規環 永遠沒有存在 經常是 表面上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但經常它的 最後的結果 或者它最後的方向 並不是合法不合法的問題 來提及 這些不同的層面的考量 其實都會讓這個文物規環的 看它的角度 讓它變得更複雜 我們不要把這個問題更複雜 其實它已經很複雜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個案例 我覺得實際的案件 就像我一開始講 實際的案件才影響到 我們大家處理的方向 而不是個別的原則 有時候原則其實 案子出來才發現原則不夠看 原則沒有想到 一直才有調整 有沒有 但是我想要提出兩個軸 其實我覺得在所有的 這個文物規環案案件後面 表面上是所有權之爭 其實真正的背後 更深下來 真正所有權的背後 是關於你怎麼看那些文物的角度 就是我把它叫做文物的詮釋的觀點 你怎麼把那件東西看成 看成是什麼 你看成是一個藝術的作品 是具有全人類的價值的作品 因此它應該被文物館保存 或者是你把它看成是你的 你的族群的民族文物 是我族群的過去的傳統的代表 這個就牽涉到 大部分的文物規環 都是牽涉到這兩個觀點 那我把這兩個觀點 這個兩個觀點 分身兩個對立面 我覺得叫做普世主義 或者把它叫地方主義 這個沒有很嚴謹的曲線是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 所有的文物規環 從最大的那個英大伊博物館 希臘的Elgin Marble之爭 到最地方的 其實大家真的 其實就是這裡 主要具有對立觀點的是這裡 但是在普世主義下面 我們待會兒還會看到 我覺得有兩倍 一種大家最熟悉的 普世 我叫做藝術普世主義 這個 大家聽前幾年 有好幾個大博物館 發表的那個 普世主義的宣言 就是很典型的一個 這樣的藝術普世主義 認為藝術是超越國界的 超越族群的 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 一個皮卡索的美感 或者是這個 法國 西班牙可以欣賞 所有的中國人 台灣人都可以欣賞 因此它放在哪裡其實沒有差 而且應該放在最能夠 讓最多觀眾看得到的地方 那麼簡單的講 這就藝術的普世主義 我認為這是一個 文物是屬於全人類的 不是屬於一個獨特的族群 或者一個獨特的家族 或者獨特的個人 有一些作品是超越族群的 有一些價值是超越族群的 藝術是如此 科學也是如此 我待會兒會看到 有些博物館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一些 會人體來爭取的 其實 就是 雖然是上個世紀發生 但是到今天 我們也一直還有一些 這些科學家的社群認為 國務館或者國務館裡面的文物標本 其實是重要的科學資料 這些科學資料能夠 產生的是知識 是全人類關於我們 對於一個集體的 集體的知識 這個是超越一些個體 或者超越一個地方的 那麼這個我把它叫做科學 也一直在文物圍牌裡面 可以扮演很重要的力量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案例裡面 所以案例裡面會有任何一個 那地方呢 我覺得其實有兩個最重要的 一個就是認同 一個關於 也就是把文物當成人認同的象徵 其實有時候看我 就像我剛剛已經開始講的那個 圓明園的那個壽首 為什麼會那麼矚目 為什麼會那麼貴呢 其實假如說我們就博物館 就是博物館 或者就文物的價值來講 我看起來那個作品 其實並沒有太高的藝術價值 至少沒有那麼高的價值 為什麼大家肯 肯為它那麼瘋狂呢 它其實背後 背後代表著一個 象徵 它象徵的好像是中國 與和團以來的受的 它象徵的義和團被焚毀 然後象徵的這個1904 1900 1900年 20世紀初 中國所受的這個 這個帝國主義的欺凌 它有在背後帶著這種 民族主義的象徵 才讓這件事情變得這麼 這麼狂熱 這麼人家 中國可不惜花很大的手段 或者還有一些商人 願意花大錢把它買下來 或獨止它拍賣 這些其實背後 都是 在我看來就是 一個 把文物 把這些物件當成 一個認同的象徵 那其實很簡單 所有的 認同的象徵的文物 其實都會 免不了 就有情緒化 你可以把一面國 看成是一個 國家的象徵 或者是一個 顏色的布 那個 其實差別 物理上來講 沒差 但是認同上來講 很差 那麼其實作為認同的象徵 其實是文物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產生真實的一個 背後的原因 那我們代表會看 那在我看來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其實文物的規範 還背後牽涉到一個 是過去的 我們今天大概很流行 叫做轉型的 就是過去 殖民主義 過去 帝國主義所 所到各地搜刮的文物 那麼 其實它用很合法的方法 今天看來 法律上沒有問題 那麼 歷史上來講 它是不是要 能夠有所矯正 這個轉型正義 這一題 是在很多 文物規範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 這個 背後的角色 那我今天的方向 大概會按照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不用再抽象的東西 我想用個案來談 第一個我想談的就是 其實是最多簡單的 大家可能很多 多多少少 可能都會知道 這個故事 但是我認為 這是這個 雖然大家都知道 那背後所引起的爭議 其實一直到今天 都還沒有消解 而且它是一個古典的案例 它背後的 背後導致這樣的因 導致會產生最後結果的因素 就像我講的 古式主義 或者是地方主義 其實一直還沒當在 今天的文物規範裡面 什麼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大家應該 應該知道 應該知道 什麼 爾爾金大理石 就是指 不是一塊大理石 它是指 你知道 希臘雅典的那個 衛城 有一個帕森隆神殿 所以 爾爾金大理石 是指 帕森隆神殿附近的 周圍的 裡面的浮雕 就像這上面 你看到的 這個 就隨便從網路上抓下來 其實應該很有名 你到大藝國館來看 是它招牌的 收藏之一 非常代表著 不只是希臘的藝術 也就是整個希臘文明的 一個藝術的結晶 那重點是 這個東西在希臘 不知道 在19世紀末 被一個叫 爾金的爵士 當時是 他是住 這個 一個土耳其 那時候 希臘正好被土耳其掛 圖滿土耳其 然後被他拿來 用想辦法 拿到英國去 然後從此 就到大英國館展示 那最近這幾年 希臘政府 一直要求說 把這個希臘 大英國館把它歸還 因為希臘人民 這個 你知道這個亞 那個亞典的 他這種神殿 是整個 可以算希臘藝術的代表 那當然希臘希望他 還會歸還過去 那麼一直爭執 然後爭執的對象 爭執的 出面的對象 也不再是兩個博物館 而是首相 外交部長 在這裡 透過爭執上面 互相談話 但是 看起來這整個 整個 雖然高度的受人重視 但是其實結果好像 是大英國館應該不會還 希臘也應該不會停止再 再要求馬拉罕回去 到底這個案子是什麼問題呢 當然背後我覺得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叫到底 就是剛剛講的一個普世主 真實的 大英國館和希臘其實各自一世 那麼 大英國館當然講話說 這個不是你希臘人的啊 這個是我的 我們西方所有的西方文明 都是從希臘源出來的 所以它是屬於人類所有的遺產 那麼 那麼 它不是 不是只有你雅典 或者希臘人的遺產 就像這樣子的藝術品 就好像 皮卡索的話 是超越了 普世主義最主要的講法 也就是 而且是大家共享的 那麼 對啊 沒錯大家共享的 大英國館在這方面 有最好的設施 而且 不要忘了大英國館 每年有幾百個觀光客 幾百萬的觀光客 你放在這裡 你不能 不是最能夠讓這種 全人類的共同的結局 最 最 最能夠彰顯的地方啊 所以 我們叫它 它是國館界的這個大 脂肪大 有沒有 它其實沒差 只要你能夠是最好的 它超越 膚色 超越種子 那麼 它的立場當然是說 在這裡 你能夠得到最好的保護 這一點也一直在被質疑啊 那個本來 最早的爭論中間 大英國館說 我們這裡有最好的保護 而且你放到這個牙頂 放回原子 那麼 它這其實是那個 實在沙塵很重 那麼 那麼 你沒有辦法讓它現地展示 那希臘的主要的觀點就是 我講的文資現地的主義 其實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主張都是這樣的 它是藉著這個箭頭的一部分 或者整體來講 它希臘文明的一部分 它整個構成 你要了解這個東西 不是單獨的把它抽離出來 人類人最喜歡講這個 就是脈絡把它抽離出來 國務館做的事情 又強暴的把 強迫的把文物抽離出來 到一個地方 那麼 希臘的觀點就是這樣 它是希臘文明的一部分 你要全部Fully understand 或者全面的了解它 只有把它放到現地現實去 然後 觀眾才能夠真的了解它 然後真的要不見得了解它 欣賞它的全貌 這是一個希臘最主要的觀點 也是大部分的限定 大部分這個關於文物規範 所謂地方主義的訴求 只有回到它原來的地方 那麼 才能夠真正地彰顯它的意義 那麼 另外當然背後還有我剛剛講的 國族主義 就是族群認同象徵 尤其是這件事情 尤其是這種比較高度 具有這個 具有歷史利益的這個文物 其實它特別是整個文物 你會發覺其實最後看到後來 其實文物之所以這些文物 這個文物規範 最後真正會難以進行的 就是這種高度具有認同象徵感的文物 反而比較純粹談它藝術品 或者是比較文物型的 它沒有那麼高度認同 帶有那麼高度認同象徵的文物件 反而在文物規範上面 就比較容易進行 當然它新聞曝光度爭議性就少 大家比較少聽得到 大家聽得到都是這種 本身就不有高度爭議性 尤其像LG Marble這個 它的過程 其實 希臘跟英國在吵 其實這整件事情 它其實很難吵得非常有力的 就是這個LG Marble 不是像拿破崙或是納粹 它從LG爵士 直接從雅典 從法森農神殿直接搶過來的 它不是靠暴力 它是買的 而且它為了 為了不讓英國政府有這個 說是英國政府買的 利用它的權值買的 它沒有 它是私人買的 然後捐給英國 所以就法律上來講 它是買的 當然它是英國的大使 它能夠讓它買到 當時土耳其 要出賣土耳其 土耳其人其實不在乎這個東西 就讓它賣 如果是希臘人 當然不見得會讓它賣 但是就法律上來講 是它個人買的 然後捐給英國 這麼 再怎麼講 希臘其實也很難說 嚴格來講 從表面技術層面來講 也很難說它是這個 這個 真的把它搶來的 那麼 只能說它是 的確利用它的 如果 如果你不是這個 這個大英帝國駐 土耳其的大使 你有能力買嗎 你有錢也買不到這種東西 所以它 你只能說它是僑取 那麼 但是其實 不論是僑取 或者是像拿破崙啊 像 像這個 納粹人 這種 民者都 綠去搶 它其實背後就 一直就像 劉民院的那幾個獸手一樣 背後一直 對於被搶的民族來講 或者被拿到的民族來講 一直帶有這種 強烈的 這種歷史的 投射 歷史屈辱的投射 它象徵著 整個上個世紀 這個 國家所受的這個 民族的屈辱 沒錯 要叫民族屈辱 大家都知道 但是 文物就有一個特性 它能夠把這種屈辱 用一個很具體的 方式把它 把它 把它 投射出來 所以 文物回不回去 變得就很關鍵了 就不只是一個文物 要不要回去 回到希臘 或者是回到中國的問題 是說 我能不能透過這樣子的行動 讓我重新擁有 這種過去被 上 被僑取豪奪的文物 透過我重新擁有 我也許能夠 讓人民紓減一些 或者是 讓別人知道說 過去的屈辱 已經重新平反地 轉型這面 任何項目 這些高度的 爭議性的這個案子 其實都免得掉 這些特徵 在我看來 大英國務館 LG Marble 之爭 也一直是 有這個問題 這些問題 一直都在貫穿在後面的文物規範 雖然這個發生的事情 已經是在19世紀了 那麼 那麼 英國其實 其實當時 那個 英國剛剛 打敗 拿破崙 剛剛正協助歐洲各國 把拿破崙 從蘇瓜 到各地的 羅浮宮的這個 藝術品正在歸還 他當然 不好意思說 我像拿破崙一樣 我也要透過 我的果力去取得 這些 其他國家的藝術品 那麼 但是他其實還是這樣說 而且其實整個 整個 上個世紀以來 透過擁有其他國家的藝術品 來 宣稱自己的果力 其實 其實一直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趨勢 拿破崙不見得那麼愛藝術 但是 透過擁有各地的藝術 建立羅浮宮 他能夠讓 法國的文化的力量 能夠為世界所知 我想這是他 真正在意的地方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人們都知道 利用這種文物 特別是重要的文物 藝術大師的文物 的作品 來把它 作為一個認同的象徵 所以說其實 我們博物館 建設到說 博物館是博物館 藝術是藝術 政治歸政治 只是從頭開始藝術 就不是藝術政治 就永遠一直在政治 在藝術的規範裡面 一直開始都是這樣 那麼這一個案例 我覺得很重要 是因為它其實 一直到現在 它背後所導致它 不成功的力量 或者導致它高度 有爭議性的力量 有爭議 一直還扮演在今天 一直到我們待會看到 20世紀的 NACRA的情形裡面 或者是其他當代的 唯有文物櫃款裡面 LG MARVEL 這個案例裡面 所出現的這個 真正的觀點 其實一直都還沒有 獲得解決 我相信應該不會獲得解決 就是文物只有一個 也沒有辦法變成兩個 其實變成兩個 一個複製品 一個是真的 再怎麼講 不可能 那麼 好 這是藝術的案例 那麼待會兒如果有時間 我們可以再多談一點 接下來我想談兩個例子 也就是今天 剛剛是一個藝術品 古美術品的國際型 那麼接下來我想談一個 也是今天 行訴我們今天 對文物想像 或文物規反成不成功的兩個 其實應該是兩個案例 一個很著名 叫做黑色維納斯 我想前2011年法國有一個電影 就拍這個故事 那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麼 他的我想 他其實 其實經歷其實很長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一個 黑色維納斯 他是一個南非 南非的 南非的人 然後在18 19世紀初期 被 被 法國有一個醫生看中 因為他的 身體上面 就是他們所謂的 身體上面有 擁有肥 就像照 就像那個 這個 圖片上面看到 他有很 很 非洲人式的 這個 肥臀 還有胸部 那麼 這個 這個不只是他的 體格策針 而且很合乎 這個西方人 對於這個 非洲女性 這個想像 所以他有人 後來就把他叫做 黑色維納斯 那重點是說 他如果體型 銀河想像也算 他 被賣到 其實他是不是被賣到 來 或者是 他被人家購買 然後到 巴黎來 做 做 人體秀 他就是跟觀眾 秀出他身體的 這個樣子 讓觀眾 好奇的觀眾 去看到他的身體 那麼 他不只是 不只是做這種商業秀喔 他科學家也很有興趣 剛剛說過這種體型 不只是 是迎合他們的壞展 同時也迎合科學的 科學的這個知識 他認為這是一個活化石 所以 之前他就這個 法國自然史國館 就把他 把他 去做測量 重點是他死了以後 還被 特別得到法國警察局的同意 去把他先 帶到這個 法國自然史國館去解剖 真正 解剖他的人是誰 居尾業 沒有聽過這個人嗎 很著名那個 法國自然史的 國務學家 他親自動手超高 解剖他 解剖了以後 有做石膏標本 然後 他的一些器官 就把他 泡在浮馬林裡面 有人現在聽起來覺得 這個真的可思議啊 當時 他不是做這些事的人 不是一些變態的科學家 不是瘋狂科學家 而是 當時最有文望的人 而且認為 大家都認為這個動作 其實很正當 就是科學啊 這個這麼重要的標本 能夠留在 留在法國 科學也有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很 今天看起來好像很不可思議 能 而且他就 缺下來的遺骸 一直展到1970年 後來 後來國務館感覺到 這個展人體 尤其是展這樣子 其實有一點過 當然 科學理論上面 也好像不再那麼熱衷 在這個人種上面的區別 所以他就被放到庫房 一直到 1994年 爸南非當選總 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總 才要求說要把這個歸還 一直到2002年 他才會歸還 然後把他入帳 那麼 歷史上來講 把人體 當成展示收藏的對象 今天看來好像是很不人 到很變態 但是其實 一直在做 那麼其實也 大家社會大眾其實也不以為難 就是沒有 不以為意啦 就是其實這件事情 我要提出來 到今天當然 今天的整個觀念 覺得好像很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 把一個 可能帶到 這個 這個 華西街去這裡展示呢 不可能嘛 就是 一定會被抗議的 那麼科學家怎麼可能 會把這些器官解剖以後 收起來當標準 在當時 我要講的 在當時其實事以為常 而且認為是很正當的 這是 黑色維納斯是第一個 那牽涉到的 牽涉到最後的 還是今天 文物規範的這個例子 那牽涉的問題 我們待會再看 我想講另外一個 比較 大家比較不隨人所知 但是我覺得 我個人最喜歡這個故事 就是 你如果要到倫敦 有一個叫做 Hanger Museum 它也展出一個 所謂的愛爾蘭的巨人 這個人 其實叫做 Charles Holborn 他是1761年 出生於愛爾白 他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是長人 兩百四十八公分 今天大概是打籃球 也許打NBA 很賺錢 但當時他唯一能夠賺錢 就只有當成這個展示對象 所以他自己 到1872年來 到倫敦來 就是以展示對展示 向對外界展示這個巨人 那麼 重點是他死了以後 那個 其實 他其實雖然每天 他展示自己身材為生 但是卻很怕 他真的很怕 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 很怕自己死後 被做成標準 還展示在那裡 但是其實 其實 其實 那個當時的科學家 對他早就摧顏已久 尤其是這個人 Hanger Museum 這個主要的解脫學者 John Hunter John Hunter 但他 他還沒死之前 他就說不定要拿到 一定要拿到 那麼他那個 那個 Oberman其實很怕 所以他死了以後 他特別顧了一個人 叫他說 要把他撕起層下 沉到海裡去 但是沒想到John Hunter更厲害 他收滿了那個 要沉到海裡 還是拿到他親自結果 把他做成骨骼 今天還展在那裡 你去查 但是你認為這個John Hunter 你今天看來他是變態嗎 他是瘋狂的科學大師 不是耶 你到英國去看 他是英國的解火學之父耶 他是一個大的學者 他不是一個 我們今天看到的變態的人 不是我們那種偏激的科學家 他是真正主流的科學家耶 第一 就像前面的居微葉一樣 他都是 不只是主流 而且是頂尖的科學家 你今天來 我們還 他對科學做得非常地貢獻 但是 他 你今天很難想像一個人 把一個 一個 再罕見的病症 你買衝醫院 把他屍體拿來解剖 然後最後把他展出來 這恐怕不只是道德的問題 恐怕根本就是法律問題 你早就被抓起來了 被當成是跟賣假酒和賣假奶粉 商人一樣 沒有道理 但是我覺得這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 你會覺得 那時候他講出 那個時候 至少有一個時候 這個博物館 或者科學界 最追求這樣子 支持的一個心態 或者是 還講出一個 我覺得很有意思 博物館收藏的一個 博物館 為什麼想要去收藏 固然 其實這種 收藏展示人體 固然有人覺得很 很變態 很噁心 但是直到今天 我展過台博物館 也有一個木乃 叫做科項 你會發現其實 這種 因為有人很喜歡看 他 就是人們看到這種自己的身體 屍體 不論是屍體 或者是身體 就會有不一樣 有些人覺得很穩 有些人覺得很刺激 不論如何你都不會 微動於衝 對博物館來講 其實有時候 一樣就是博物館 最喜歡的就是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恐龍和木乃 這是博物館的最愛 那麼其實 這方面其實可以看得出 博物館 一些 以後 為什麼要收藏了一篇很 微妙的動機 也可以看得出那個詩季 我把它叫做 科學普世主義 其實科學普世主義 真的沒有人宣稱這樣 大概現在 也很難有科學家說 這個 我們這個標本 其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因此 我要把這個 誰的屍體拿出來研究 其實他的研究 可以解決 這個 很重要的世紀之旅 解決台灣人 到底是從大陸來的 還是日本來的 重要科學之旅 但是 大概也不太可能這樣 那裡宣稱說 即使能為解決世界 偉大的科學民團 大概也不願意 也不能夠超越這個人 人的身體這一塊 但是 重點不是說這一 重點是說 這種科學普世主義 博物館 其實不只是博物館 它背後代表的科學界 或者是一個 一個 科學的 學術界 那麼把它看成 一種知識的代表 這些 博物館說的東西 它是超越的 就像藝術作品 它是超越 所有 國族的 超越這個 希臘和英國的區別 它是全人類的 那麼 當然 有時候 有時候政府是 不一定見得 一定是全人類的 你 像 台博物館有一次在 跟那個 那個 台灣有一個案子社 潘敦宰在爭執的時候 大部分的歷史學家說 潘敦宰是一個歷史人物 它應該被放到博物館來宰 因為它是一個歷史人物 你能想像 鄭成功的後代認為說 鄭成功的書法是屬於他家的 而不是屬於 不是屬於博物館的嗎 這種公眾人物 歷史人物就是公眾人物 公眾人物就應該給博物館展覽了 那不是你個人家族說 這是屬於博物館 就可以拿到 因為它是超越你的家族 沒錯 它是你的祖先 但它也是大家的歷史 科學也是這樣 科學也是這樣 科學是全人類的 科學普世主義 強調的也是這樣 但是 為了這種科學普世主義 你可以存在多少提升 那今天我們看 那個 今天我們當然人權 比較 人本主義很強 你其實 大概不再能容忍 像那個 黑色維納斯 或者是 Hunter Museum John Hunter 這樣做 把人拿來起播以後 在博物館展示 你不能容忍 但是其實 這只是程度 這只是觸到一條線 你中間還可以犧牲多少 這個一直是文物 規反一個重要的階級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裡面 還會接下來 我們會 黑色維納斯 或者接下來 你會看到 還有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說你認為 這個標準到底是可以的 可以 西方人不能展示生日 那你為什麼可以把 黑洲人 或者是 黃種人的身體 把它做為展示 這個也是後面會接觸的 總而言之 展示身體 或者是不一定是展示身體 它背後牽涉到的是一個科學 博物館背後所代表的科學 不是主義 跟一些其他 不論是基於認同 或者是基於人本主義 所衝突 所造成的問題 20世紀 這跟講的都是 18世紀 17世紀 18世紀 那麼 那麼看起來 今天很遠 你認為這些問題 還沒有在今天 就像那個LG Marvel一樣 它還一直回蕩在 今天的螢幕會案裡面 所以我要講這個 比較古典的案例 其實在我看來 其實這些案例 其實已經把這個 當時真實的立場 都講得很清楚了 接下來我就要看當代的 那麼當代的 我說我想要看一個案例 接下來我想講一個 案例 案例是我想講一個 不是獨特的案例 它是一個法案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想接著這個法案來談 因為我覺得它不是很具體的 那麼 那麼對法案來講 它也是很跨時代 那麼我要透過它的法案 來講兩個案例 就表示說 像剛剛我們講的 科學普世主義 或者藝術普世主義 其實還一直回蕩在 當代的這個文物圍牌裡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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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 墾墓 這個法文叫做 簡稱 NATRA 其實很奧口 然後 其實 好像是這個 repatration 有產 文物圍牌 今天我們知道這個法案 聽起來 大部分都是跟它的回歸有關 其實前面一場段 聽起來就很奇怪 有些人都不被人覺得期待 為什麼是 叫做 墳墓保護法 這個就是 聽起來就好像 其他的法都 通常是直接是文物回歸 今天大家聽到它的主要的 主要的業績 也都是針對這個 文物回歸 但是它全明確是 前面有一張打場上 墳墓保護法 那 這個到底是 這個法案到底是 怎麼回事 然後它的 立法的過程 到底是 怎麼回事呢 它其實是 國際間 我覺得看起來是它 唯一比較很具體的 在執行 文物規範的一個法 而且它 牽涉的對象就是 美國國內的 EBI 對台灣的 無趣 那麼 我覺得這個法 其實 對台灣其實 應該相當尤其是 它執行的懲辦 其實對台灣也相當尤其是 你簡單的講 這個 剛剛講的為什麼叫 墳墓保護法 其實這個法的律法的背領就是 其實它簡單的講 就是一個 轉型正義的法 它轉什麼形呢 什麼正義呢 你知道在過去 在這個法沒有通過之前 你挖美國 印第安人的墳墓 是可以 是合法的 你不能絕對去 挖一個白人的墳墓 它有引發墳墓 但是在這個法過去之前 一直為人所詬病的 其實你挖印第安人的墳墓 不論那個印第安墳墓的年代是多少 合法 就是不會 不是說合法 沒有出犯法 無法可管 這個長期以來 就一直被人家詬病 說你可以挖人家墓 可以 然後不受任何法律的制裁 所以導致的結果就是 美國全國之內的各大博物館 不只是博物館之內 大概收藏了 確實的數字 我不太記得至少有好幾 一兩萬 甚至好幾十萬 我確實數字不知道 人體 由墓裡挖出來的 印第安人體股牌 人體股牌 直接是人體的 那麼 跟人體相關的 培葬品 宗教物 墳墓裡來的 那個更不知道有多少 應該二三十萬 全美國導致是這些來 長期以來 其實這樣子 一直被人家詬病 對人權人士來講 就是一個 其實一直到1990年以前 都是這樣 那對很多當時的人權人士來講 就是不可能 覺得這是一個 真的是很羞恥的做法 你竟然可以挖人家墓 竟然沒有什麼法可控 他就這個法就出來了 所以他其實真的是 鋒木保護法 防止你隨便去挖人家的墓 那麼當然這個法 最後出來 今天我們聽到的是 鋒木規法 那麼 但是他一開始的用意 其實就是墳木保護 真的不要讓人家去 去挖 但是這個 他不只是說 不要讓人家日後去挖 對於要處理過去 長期來被挖到 國務館 或者是各自政治機構的 這些 這些墳墓裡的東西 他要歸還 也就是他承認的 這些東西的權利 其實是原作原作的 那麼要怎麼歸還 就是變成這個整個 整個法後來執行的 這個重點 那麼他其實是規定 最主要的一個規範的規定就是說 要規範什麼呢 人體以海大概沒有問題 包括人體以海以外的 關於那個族群的 這個宗教的 跟他這個神聖觀念有關的文物 都可以規範 只要你能證明那個文物 或者是那個遺憾 是你的這個直系主線 或者是說你的族群 也不一定要是你個人 也可以給一個團體的 團體的優先 你能夠證領它 你就能夠從國務館要回去 那其實聽起來 聽起來在台灣的話 大概就做到前半了 你能證明 其實根本沒有人能證明 你要知道國務館的話 你就會知道 那些東西都藏在國務館的檔案裡面 國務館從來不會跟你講說 那個是從哪一個地方來 或者它不會民獎 它會說都會在那裡 但是你到國務館去看 你會看到那些材料 素材 原始的收藏資料 其實堆積如山中 幾個世紀裡 一百年前又這樣子來 國務館其實也沒有做好 那麼多完整的資料 其實要人家去證明 根本就是刁難人家 所以這個法另外還規定 其實固然要負責舉證的是 遠住民主 你要去負責把那個 但是國務館也不能躺在那裡 國務館有必要 要把你自己藏品中間做一個清單 然後要公布出來 這個清單可不是簡單的清單 所以它其實公布的是1990年 大概1993年 要把它交出第一部清單 然後規定1995年 年底的時候 你要把所有的清單 它是哪 你的文物 或是哪一支哪裡 也要對那個族群公布 也要對外公布 聽起來這是一個 好像是很負責的說法 但是對博物館來講真的知道 尤其是對 你知道這個像 它美國的博物館 像大型的博物館 這個文物有多少錢 就像台灣的算上萬 還是十幾萬 二十萬 甚至上百萬 你要花多少引力時間 去查證這些 其實 那後來也是被 出來以後會被 博物館界 或者被人類型界 甚至原住民界 也都會一直抱怨 就是其實 它造成大家很多麻煩 那麼 據我所知 其實1990年以後 很多這個博物館界的 特別是人類學博物館的 其實大部分的 它的主要的工作 都來做這件事情 去查證它自己 產品的歸屬 去做這個清單 很多博物館因此抱怨 它一直沒有資源 去做其他的事情 它後面顧著人 人力都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其實發了 相當多的資源和經費 去要求博物館去 把這個清單做出來 然後你要公布給人家看 人家才能負責舉 人家才能夠看的才能舉 否則 其實這本就沒有辦法 以一個原住民的團體 或者個人來講 它其實根本沒有 那麼多資源 怎麼去做呢 所以這個法 其實真正影響深遠的 是一個這樣的做法 這個做法一直做到現在 1990年代通過 然後1995 其實差不多1995年 資料就陸陸續續出來了 然後就開始長期漫長的規範 到底處理多少案件 你要問我 其實真的 它沒有公布到底 它其實最後沒有一個統計 這個NACPRA的一個辦公室 NACPRA其實只是一個辦公室 它不負責舉證 舉證是博物館要做 那麼提出申請 是原住民主要提出申請 它只是有一個review council 會開一個會議 它其實並沒有涉入怎麼歸還 歸還怎麼歸還 然後怎麼進行查證的過程 那麼它並沒有 但是基於這個有些保密 並不希望讓人知道 外界知道歸還成功還是失敗 所以它並沒有公布一個 整體的數值 但是相當 其實完成 數量其實相當多 但是對整體上來講 應該還是相當少 我在2011年的時候 2010年那個 NACPRA做了一個專欄 是NACPRA23的 它大概講它說 至今大概還了 人體遺骸大概才還了百分之 早2011年大概還了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說差不多還有百分之八十 還沒有還 沒有還不敢 有的可能再進行 有的可能不成功 但總體來講 整體還的數量 百分之一大概不是那麼高 但是其實 其實 其實大部分人對它評價 雖然有很多抱怨 很多confident 很多 很多這樣子的 但是整體來講 大家對它的這個法案的理念 還是正面多於負面 那麼 那麼 只能講成功的案例 應該是不成功的案例 來得多 那麼 唯一比較常聽見的抱怨 第一個就是 最常聽到的問題 就是它歸還的對象 是限於政府承認的 就像台灣來講 台灣這個原住民族 希拉雅族 不是現在的這個六族之一 所以我不能還給希拉雅族 我只能還給希拉雅族 我只能還給希拉雅旁邊的這個 宣稱那個什麼的 不知道是哪裡 台南的州族 或者其他族 也 它就會發生這些問題 有些族群就會 所以它如果不是政府承認的話 有些當地的族群就會 把那個不被承認的族群 那個恐怖把它要回去 那麼 這是一直受誤病的地方 最常被抱怨 有些小族 因此常常被忽略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 做這個 歸違反這件事情 其實 耗能耗力耗食 然後你會發現 其實法律雖然規定在那裡 但是真正要怎麼規劃 就像每一個文物規劃案 都有它獨特的案例 那麼 有的案例 很順利 甚至也不乏 所以人家不要有還 他覺得這個 你沒事拿一些文物 拿一些人 拿一些古牌回來 他的後代黨 就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了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保管 也不知道該怎麼 用什麼儀式 有什麼發惡的儀式來舉行 所以寧可就放到國館 不要管我隨便去哄回它 也有人不願意拿回去 也有人當然很高高興拿回去 但是這整個過程其實都很繁瑣 過程也很漫長 中間發生的我覺得最嚴肅的問題 是一個 後來才發現 之前沒有想到 大部分的 尤其大型博物館的 你知道那個博物館 像任何早期的 甚至早期在1980年代以前 其實當代也許比較少 都會每年博物館都會做文物庫房的 薰針消毒 薰針消毒用什麼藥 都是那種化學藥劑 當時在想說 當時在想說它竟然是 是博物館的產品 但是沒想到 有些文物歸還回去 有些民族還要使用它 如果是面具的話 你要戴上去 如果自己一直高高還會 嘴巴還吹 對耶 它會發覺 其實後來的化學檢驗裡面 發覺很多博物館裡面 有高度的文物 所長的 規劃的文物裡面 有高度的東西 包括Coin啊 DDT啊 這個一形成很嚴重的問題 人家都是這樣去有毒 人家怎麼用呢 這個也有形成很大的爭議 但是整體來講 我想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把全面的拿來把它看 我只能說我看你覺得的印象 整體上來講 我們如果拋開這些瑕疵 因為整個這麼大龐大的法案 自然免不了有真意 但至少它有在做 那麼運作的情況 我覺得整體上來講 還是正面都會負面 我想講的 你用的就是幾個案例 這奈克法裡面的案例實在太多了 我想你用的比較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有蠻有意思的故事 在我看來 我先講的失敗 失敗 那失敗也很奇怪 我細節我就不講了 因為整個爭議的 然後牽涉到這個罐 有很多案子都牽涉到罐 打了很久 這個案子叫做肯納 中文語法算成肯納威克的 我覺得很有意思這個案子 就是 它是在大概好像1996年 在華盛頓中發現的一個人骨 一個人骨 就是左上角這個人骨 還是要完整一個人骨 什麼 發現出來其實 其實 這個科學家把它做了探石室的歷年 大概是9000年左右 9000年其實很少 你如果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 美洲的歷史史前世的話 9000年是真的很少 重點是說 他還做了一個特徵 最後復原 你看這是科學家做的復原 你看這個人頭 像那個X戰體的那個婆子 但是你看 他是白種人耶 這個問題就大了 美洲最原住民應該是黃種人嗎 那這個 9000年的人竟然 竟然是一個很典型的那種 大皮質的這個高加索人耶 這個真的是很震驚 表示說 是不是在更早的時間 實在 白人或者高加索人 曾經在美洲地裡去過 然後 你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還被滅了 因為在那個人的頭骨裡面 它有一個時髦 應該是它致死的原因 它是被人用一個矛頭殺死的 好 這個是考古學家 這大問題 考古學家都很興奮 難道能夠證明說 美洲最早的民族是白人嗎 那麼伊甸人就不要聲稱 你是原住民了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發現 但是 沒想到在 在 在 發現的地方是一個聯邦政府的地 它那個NATRA規定 你只要在聯邦政府地方 發現的那個 也 這樣 規定說你那個 原來那個地方 雖然屬於的一方政府 但是你只要能夠證明 那塊地底是你祖先的 十七的後台 你可以宣稱用 用NATRA去 去 去 去把它 把它要求回來 這時候就出現一個族群 他宣稱他的傳統努力 就在這塊地裡 然後就要把它升起 他就 因為科學家很興奮 所以想要去把它做研究 那個時候 那個有一個族 就跑出來 就說 他營用NATRA 這是我祖先的 所以我拒絕 要怎麼做 所有 然後 雖然他所在地 是一個聯邦的軍隊 軍隊所在地 年齊的軍隊 然後 然後 法院竟然說 好 沒錯 你有NATRA 就派給他 所以這個部隊就把這個 還給那個部落 所有 科學家就敲出來說 這是作弊 這個明明就是一個白人 你怎麼 怎麼可以應用 說他們 這個長相就是一個白人 而且是九千年 根本就是你這個 部落根本沒有來之前的 你怎麼可以說是 全稱他是你的九千人 然後見你法院 竟然就聽了你們這些人的話 就竟然還給那些人 但是那個部落的人 也很有話講 他說你所謂的九千年 是你白人的科學家 他們那個 這個 美洲伊利安人神話裡 早就說他幾萬年前 有九千來 這是你的故事 跟我們無關 所以他還是要回去 但是後來科學家就不服氣 這明明就是白人 他就打官司 就再告 再往上告 一直打到兩千年 最後的結果 是科學家 勝訴 法院判決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 不應該 引用那法是錯誤 但重點是說 雖然科學家 也沒有辦法做 原來就是 當時因為 第一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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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累秦的 兵工部隊 就是這個 這個所在地的 還給他的那個 那個部隊已經還給那個部落 然後那個部落已經 已經把它毀掉了 就是他已經怕 可能是怕 再進一步 被科學家繼續做研究 應該把它毀掉 然後把它埋起來 所以最後 科學家贏了 但他也沒有 沒有辦法研究 那麼部落贏了 所以在這個案例上面 就是 我覺得很 很有意思就是 不只是說 他這個 這個 這個 牽涉到這個 這個 白種人 黃種人 很多問題 而且是在這個案子上 兩兆雙方 其實都沒有 好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另外一個案子是 我覺得更適合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在奧爾港出土的 一個美國最大的隕石 隕石 根據科學家的資料 如果你有到史密蘇年 它有一個科技 宇宙中心 大門口就擺在這一個 兩千年才落成的 這個大隕石 科學上面的資料寫大 大概是 距今一萬多 到了九千年前 最多的一個大隕石 它可能是一個 本身可能是一個 古老星球 可能是比地球還老 四十幾億的 古老星球的一個河 那麼這個隕石 就在一萬多年前 掉到地球上來 那麼 它只因為這個河 所以很大 你可以看一般的隕石 很小 這個隕石其實 你看 不得不說它真的很大 而且 就是一副這種 外星人的感覺 就真的 就像MID 暫停那種 那種 那種隕石的感覺 那這跟APRA 有什麼關係呢 這很有意思 就是它掉下來以後 然後背後被 奧爾港的工礦公司買下來 因為那塊地 是它的地 所以就展短的 最後賣給什麼 賣給美國 Smithsonian的博物館 然後它變成 就是 就今天的博物館來講 它應該是地球科學的收藏品 那麼 然後1990年以後 這個Smithsonian 也繼續跟那個 當地 跟各地的這個 原住民部落 跟印第亞部落 進行這個 這個NAKRA 然後有一天 就有一個部落 就提出 提出來 他說 這個隕石 在它的潛艇上面 那麼 它其實當地景點 還有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 這個字眼 念不出來 總而言之 翻的就是 天外來的客 他說 這個隕石其實 不只是科學 或者不是你科學的隕石 它是我的 我祖先就常常在這裡 這個祭拜 它 常常這些洞裡面的水 它們可以用來 用來喝 打獵拳 它們會把它們的毛 去這個洞裡 靜一下 這是它的神聖的石頭 所以它要引用NAKRA 把它要回去 這個 當時它那個 博物館當然 當然 就立刻 這個 因為其實它馬上 正在宣 它宣稱的時候 博物館正在蓋這個科學中心 花了好幾滴 史密砂年 花了好幾滴 蓋這個科學中心 它又是科學中心的 這個中心的 視覺焦點 一進來就這麼大一個隕石 那麼 博物館當然 毫不猶豫就是 其實所有 NAKRA規定 所有的最後決定權 還不還的決定權 是博物館提出來 博物館 擁有機構 你忽然要提供資料 但最後你決定還不還 博物館最後的決定權 但那不是最後的結果 它可以決定還不還 但是有各種法律 進行來決定你 這樣子還不還 你這樣子決定 是不是所法 那個 你說你很狠 他不是說不還 他還不算把那個部落 告到 告到這個 最高法院 說它妨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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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隕石是科學資料 科學的證據 科學的 重要的科學標本 它能夠讓人家 透過它能夠了解 這個地球的生成 因為它是來自 45億年前的一個星球 其實是比地球還老的 科學家透過研究它 透過研究它 可以了解比地球更少 地球怎麼生成 他當然也沒有變說 他其實把它擺在門口 當成最大的招牌 總而言之 他把那個部落一撞 告到最高法院 說他們這樣宣傳 妨礙了人們 透過這個火鍋 透過這個隕石 讓人們了解 地球生成的一個 重要的科學知識 它妨礙了這個 所以告上去 那麼看起來這個案子 跟前面這個案子 要對槓 要對槓 但是沒想到最後 告上去 如果博物館的姿態很高 那麼當然就宣傳 這根本不適用 博物館的姿態很高 你看起來也就一副就自己建的案子 沒想到在最後的關頭 部落跟博物館 就打成一個協議 部落同意博物館繼續在 但是 你要在上面放兩個說明牌 一個是科學的解釋 一個是部落的解釋 那麼 當然博物館也要去 也同意說 每年 這樣把他們部落年輕人 讓他到博物館 到神秘雙女來培訓專門的解釋員 因此 觀眾來博物館參觀的時候 不只可以聽到科學的解釋員 也可以聽到部落的解釋員 向觀眾解釋這顆 這顆 隕石 在族群 對他們族群文材上的意思 你看 左上角就是他 館長跟部落簽約 就這樣解決了 所以我們把標題叫合作在這裡看 所以我們把標題叫合作在這裡看 那我要 接下來 我跳開NACA 我想用一個 例子叫做 入世超歌 我想用的是一個加拿大 U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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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很著名的 你知道做人類學 你都知道了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內學的博物館 我想講的是一個 它那個 它這個案應該不是文物規法 但是它其實很可以說明 其實當代的族群 原住民族群 到最後其實它也了解了 我想講的就是 它也了解了其實跟你對 所以跟一支要文物規法 其實你真的要跟它 硬槓 硬和地去要求所有權 不如是 多多利用博物館 它會發現其實博物館 如果給它所用 就是 其實更方便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就是這個案 這是一個 當時這個UBC博物館的館長 叫 他後來寫一篇文章 就在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不是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他們所在地的那個 他們一直 他們一直 對不起 有一個這種 有一個對於他們所在 當地的這個印記人來講 這個銅塊其實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物質象徵 是它最尊貴的物件 那麼 他就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有一年 這個部落 他其實之前一直在抗議說 這個文物規範 他覺得 覺得這個 這個 博物館對這個文物規範 其實白天沒有拒絕合作 然後 之前一直在抗議 所以他 有一天 有一次他們要舉辦這個活動 活動主題就是抗議博物館 但他就跟博物館借場地 他就要在一個大廳舉辦 UBC其實有一個相當雄偉的大廳 他就跟那個場地借這個場地 而且借一個標本 直接跟他借文物 就是文物借的文物就是這個切銅塊 然後他要在那個當場就要表演切銅塊 他沒有管理講說不要表演這個 所謂的切銅塊 其實是 其實對他們來講 其實是一種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一個文物 然後在他的誇副業裡面來講 就是把這個最高級的 最貴重的東西毀壞 再搞一個最絕絕的 一刀兩斷 如果對傳統的來講 像這樣的儀式舉辦就是 我跟你就絕交 從此我們在戰場就是 迷失我活 兵容相有 我當面把這個銅塊切斷就是 我們兩個從此就是 就是 就是欲詩俱團的意思 就是傳統上面來講 重點是說 這個 俗人就像UBC的國務館 借了這個銅塊 對不起啊 這個圖片不是那個真正的時候 只是網路上說 只是要給大家看看 銅塊是什麼樣子 不是那個儀式借出來 因為台的人也不是那個場合 他沒有用照片 我覺得他講的很有用 他就借了出來 他也沒有跟國務館講說 他要做什麼 然後臨到頭來 他就那個主人就 就那個主長就說 為了要沉重的表示 對國務館不能對這個 這個國務館借 這麼不尊重的作用 所以他要在這裡 舉行協同化的意思 這個儀式其實已經沒有太強烈 你早就不做了 他為了要表達我強烈 對這個原住民國務館借 或者是西方人 對原住民文物的不尊重 他要再表演 然後要借那個國務館的兩個頭塊 對不對 作者那時候是館長 他自己坐在下面 他管理也沒有要到 他要借當然只好借 借給他 但沒想到他要做這個動作 我這個動作意思就是 都要把國務館的文物 當場把你毀掉 那其實也是很強烈的作法 他說他作為館長 從那在下面就開始猶豫了 我作為館長 是不是應該阻止他 人家要把你國務館的文物 當場給你毀掉 是不是要做呢 但是他轉眼一想說 這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動作 其實他有所損傷 也代表你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透過這樣的一個儀式 也能夠讓這個物件的故事 變得更豐富 所以他最後就沒有起來挺直 但是他們也很知節制 就只是並沒有真正去毀他 但是只是象徵性做 那麼他的結論就其實說 其實這整個故事可以看作 其實他已經很知道 博物館是什麼樣子的場域 博物館已經不再是 就是原住民在變 博物館也在變 那麼博物館已經不再是 過去那種純粹比較知識的場域 很多博物館 特別像你知道你有去參加 博物館開幕的儀式 通常都是那是很 其實是一個很秀秀的場合 也是很儀式性的場合 通常故宮的開幕 你有去參加過的話 他要有特別的邀請卡 然後你要有 他甚至會安排 這個總統會先進 總統媒體第一批進去 這個博物館的大型的 展覽的開幕 是一個很有傳統的表演儀式 那麼他覺得 其實這個原住民 其實他很了解博物館在這方面 可以做為一個政治 做為一個表演場域的一個特性 因此就反而利用博物館的特性 來達到他的訴求 所以其實整個文物的規法 最後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不只是衝突演變到合作 而且是不只是這個 這個博物館很懂得利用規範的事情 來或者是強化他自己 對文物的詮釋的資料 或者是作為他的 其實這個對博物館來講 也是很正面加分的 文物規範 這是一個很政治正確的 文物規範 其實越來越近 對博物館來講 不是一個殺傷力很強的 不是像上一代 或者是我早年 一聽到這個文物規範 就知道是一個大問題 對博物館來講 有時候你媽不得人家來邀一下 能夠展現我多麼開心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宣傳 你不要認為博物館真的很怕這個 真的是對博物館來講 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對於這些族人來講 也不再把博物館當成是一個很霸道 他想要利用博物館的資源 其實他會發現 其實博物館有稍微利用 他很有錢 他也會幫 而且他有時候在很資源很豐富的地方 大都市裡面 所以也是一樣 曝光度很高 大家都想賺這個 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到後來文物規範 大部分 當然一定還會有很多 如果那個文物真的很重要 是一個重要的 博物館當然還是非常的不解決 也還是有負面的地方 不是說沒有 但是我是說整個整體上來講 其實沒有 後期的發展 其實 博物館和 作為族群來 族群的那一方 其實都懂得如何去利用對方來 來合作 然後讓他整個效果能夠互動其力 大家發覺這個模式其實很好做 其實越來越做越多 所以我想最後 那麼我就把我的結論講一下 這個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看到文物規範 其實一開始大家談的好像都是文物所有權 其實我再看來 固然文物所有權大家真的是所有權 但其實背後為什麼要爭它擁有它呢 你為什麼一定要擁有這個文物呢 你放在那個管 它放在一個部落 或放在一個大英國管 或放在希臘 或放在哪裡 有差嗎 你覺得有差耶 但是我覺得真正差的 並不是一個所有權 當然所有權重要 大家真正就是這個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不如說是文物權是商店 特別是 其實今天還有很多人 相信都抱著這樣的科學服飾主義 或者藝術服飾主義 不只是國務館的人 那麼其實 其實 而且這種事情 我覺得也不見得 一定是有一件事對錯 普飾主義 假如都是一批高級的 總產階級的 或者是白人類 不完全是如此 但是我覺得文物背後所有之真 其實真正的縮結到後來 還是這個理事主義跟其他力量 或者是把文物當成認同的焦點 或者是認為需要改行政 不論是基於什麼 我覺得文物真背後的觀點 才是 也許是更基礎的 那麼當然 但這個你問我說 你到底覺得哪個重要 你覺得 當然就我自己的角度 或者就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好像是 反正你的東西都是被人家搜刮的 那麼其實 就台灣人看世界的角度 好像比較覺得應該支持認同這樣 真正一點 那麼但是對 就台灣的國務館 對台灣原住民來講 它好像又是扮演一個普世紀律者 我們強調這些 莫娜禮道其實不只是 原住民的英雄 應該是台灣歷史的英雄 或者是說 一些原住民的文物 這個 這個 台大的國寶 或者是 終點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國寶 其實 其實擺在台北 其實有更多的人看 這個角度 其實角色互換之下 有時候 有時候 你要支持普世主義 還是認同的象徵 其實也 並不見得一定 其實 說 我的意思是說 說到後來 你最後 到底認同這是哪一點 那麼 這一點 我覺得 就是文物 主權之爭 或者文物這個 規範 以及扮演的問題 那麼 從最早的 LG Marple 或者是 黑色文納斯 直到現在 我覺得 真正 糾結的問題 還是這裡 那麼 整體上來講 你說難道 從過去到現在 都沒有進步嗎 那過去的人 執著在普世主義 和這個科學 科學普世主義 或者是本部 認同的 過去有這樣子的 的爭執 那麼一直到現在 難道我們一直都是 在這樣子 都是跟 其實我們的層次 其實沒有 沒有從歷史中 學到什麼 我們層次 其實還是在跟 大英國館 LG Marple 可能的案例一樣 大家都還是 來打混帳嗎 我覺得倒也不是 因為我剛開始一直就說了 其實案例都會發展 前一個案例 會影響後一個 我覺得對後來 其實重點 當然不只是這個 NACRWA 但是NACRWA的很多案例 特別是我觀察到的 它後來 就是剛剛我講的 從對抗到合作 然後逐漸發覺 兩邊合作起來 可以互謀其力的這個策略 逐漸成為主 所以你說 這個長期的游戲 長期的趨勢 在文物規範 就像我講的 它其實大部分的 博物館 就我看到了 比較 或者是比較 比較有 製造趨勢的 製造趨勢的博物館 那麼 逐漸也 從民和遊戲 一開始 很擔心 說 我的文物規範 下面 我今天換排完 下面 你盧凱琴就要來要 一開始 我們大家都會有這麼講 所以 你一旦同意一個 接下來就是 你的東西 等著人家搬光 像超級市場一樣 一開始 博物館都有這種 這種恐懼 哪一天它的東西 會被人家來搬光 哪一天 它會不會衝進 把所有庫皇的東西 不依賴 就走 以為好像是 洛杉基大佛一樣 大家趁火大姐 因為 博物館都有這樣 恐怖的想像 或者是夢夢 其實 它後來發現 其實沒有這樣 也不會這樣 人家 有時候你想要給人家 人家不見得要 而且 它會覺得 其實你發現 其實 其實給了 你沒有失掉 其實真正的文物 其實你真的 如果博物館 真正願意去參與的話 文物從來不會不見 它不會見得放在你博物館 但是你博物館的角色 一定會在那裡 其實大家都會發覺 是這樣 你真的一定 沒有你真的一定要把它存在 存在 存在博物館的庫房裡 或者是存在它 殘場裡才叫博物館 這個 博物館文件發現這樣 所以 當然原住民部落 就像我講的那個 很多原住民部落 像我講的UBC 它也逐漸這種 博物館 逐漸是一個 這個 看起來它比較不像 文物保管機構 比較像一個 一個 一個 什麼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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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論壇 就是一個 讓它可以 有相當多曝光機會的 一個機會 然後它也擁有很多資源 它一直也學著 會利用博物館 所以整個趨勢我們看到的 就是 整體上來講 我們還是比過去進步 從零和游戲 逐漸到合作互利 當然我們否認有一些 還是恐怕無解 尤其是有高度爭議性的 有高度認同相生的 還有文物非常重要的 一件東西 如果那件東西 不是你的博物館的主要收藏 你大概比較不痛不癢 所以博物館願意比較 要用各種方式去 但是如果它直接要的是一個 你的鎮管之寶 一個真的很重要的東西 那當然態度就不一樣 所以文物本身也會影響 整個 會不會歸盤 會怎麼歸盤 或者用什麼形式合作的過程 文物本身一直都會 它很重要 它不重要 或者它其實只是一個很 很索碎的東西 說我何不給人家 買來這個 民意上面 農民意上面還弄得好話 其實國務館都會算計這些 我覺得這個整體的趨勢 今天 以前 現在還一直有人問我說 國務館如果有一天會遇到 當原住民開始來要的東西怎麼辦 還正在蓋這個國立原住民國館 有一天國立原住民國館 會叫你們國務館 把東西都搬過去 其實我其實並不那麼擔心 就是文物放在台灣國務館 或放在國立原住民國館 或放在部落 有差嗎 重點是說 你真的一定要把文物放在 國務館真的一定要靠著 把文物放在你手邊 才能夠透過國務館 來做國務館該做的事嗎 也許過去國務館該做的事 跟今天國務館該做的事 已經早就不一樣了 今天我覺得大部分 或者是比較有一點 比較有一點想法的國務館 其實我覺得也不會那麼堅持 你一定要國務館 國務擺在這裡 如果你不堅持這一點 會發現海過天空 你跟部落其實 就不必是對對立的 經常你可以坐下來談 而且我的經驗是大部分的時候 你都可以彼此互利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其實國務館在這幾十年來 也許從二十世紀 二十一世紀以來轉得很厲害 它尤其是大大份的國務館 從保管的機構轉介到一個 我叫做仲介的機構 其實我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 broker 是一個仲介 我旗下有多少明星 我該關心的 我當然關心的 當然我不希望把他抄死 但是我也不希望我一天到晚 我旗下的明星關在房子裡 關在我的庫房裡出去 他需要去拋頭露面 他需要去做 做他的明星應該做的事 我中間就高高細心了 國務館的角色應該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 國務歸凡 可能會有另一番的前進 其實我相信不只是我這樣說 我大部分的 尤其是西方的國務館 你會看到很多 特別是在這種族群 文物的保管的角色上面 會發現很多合作 但是您也免不了看到 我覺得這個 像這個 也許下一次這個 助力行來講 有希臺人就會發現 當一國務館沒還 有幾件不還 他認為科學 還是科學武士主義 他認為有幾件科學上面 比較重要 他就不會還 所以國務館裡面 反而是一些 國務館的這個 比較 另外一個城市的那些 館長 教育推廣的人 反而比較 覺得這是可以 可以推 最始終的這些研究 裡面開始 一直還是 尤其是科學 科學家 一直多多少少還 一直在國務館文化裡面 辦人的中央科學的角色 他在這方面可能 就我看到的情況 可能還是沒有 那麼 那麼open 好 大概就 我想 我們剛剛講好說 就是說 有一點時間討論 那麼 時間差不多 那麼多就給大家講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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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李奇恩 深入遣出幾個重點 讓我們很短的時間 就有相當的了解 然後可以接七個非常精彩 性質不一樣 非常精彩的意思 可以讓我們繼續去玩味 那我們先 我們就 時間不多 我們就趕快開放 讓大家可以提問 不要客氣 因為真的時間有限 通常問題都會集中在後面 如果不問我就要先 OK 等一下 請問 老師好 我是台南人 是謝伯剛 那我就直接緊張問我問題 老師你覺得台灣需要necron 或者是如果需要這個東西 我們要怎麼做 因為我們這樣可能面對到 越來越多 能助民族對於自我疑似 或是對於轉型正義的一些訴求 那剩下我們訪還的 案例還不多 不過我想這個在未來是有可能的 其實覺得 我覺得台灣能夠 能夠做到立法來做 像NACMA一樣的事嗎 謝謝 我覺得 這個倒是值得考量的 我也不知道台灣 要為我NACMA會怎麼樣 其實 我對於原住民博物館 我覺得台灣 對於文物歸款的角色 可能 不見得像有美國 特別是自己原住民族之間 他們準備好了把這些 他們可能現在還沒有那麼 針對這種有形文化資產 這個國務館文化資產 該怎麼去處理 一旦這些文物大量的回去 他們要怎麼來處理 我覺得倒是一個問題 這就是我對當今 現在要蓋一個國立 原住民博物館的一個優 我不是說 不贊成蓋 我當然不是太談這個 這個文物博物館 這個 文物博物館 該不該蓋的問題 但是 就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 台灣其實已經蓋了好幾次經驗 要做一個比較 徹底的原住民博物館 其實結果都是失敗 為什麼 我們要相信 前面兩次經驗 我看到的就是有一個 原住民文化園區 它有很好的 很好的博物館 它有1300多件 所以在我看來其實 文物其實不比 人類學系 不比民眾所差耶 但是你去看人家 他們做得怎麼樣 比我們的還要更巴股 更人類學 更被我們提醒 我們現在畫人類學的展示 都是很用它自己的國式在看 但是你去那邊看就會知道 然後他們也不願意 這些東西他們其實也知道現在三十幾年了 他們為什麼不利用現成呢 那這本來就是一個有原住民 自己的經驗 這是一個台灣第一次經驗 其實第二次經驗應該也是一個 在宋楚瑜當省長時 在台灣大量蓋了 一共有 到現在一共算起來 29個地方文物館 這也所有是一個典型的原住民 由原住民浪的博物館 它浪起來其實你看 每個館也是 就是固然有一些不錯 但是大部分都還是 在能夠讓它正常營運的 掙扎在適時 能夠讓它正常營運的階段 那麼 在這兩個例子裡面 其實你有兩次機會來做一個 比較真正的一個作為博物館 都讓它最後變成 好像是一個失敗 你為什麼還有 那我為什麼要信任它有第三次機會 你不會把第三次機會做成 就是變成概念一樣 另外一個博物館 所以 NACFA如果在台灣要做的話 你首先可能要 要讓 讓原住民族友 處理這些 一旦這些文物要回去的時候 他們要什麼處理 準備 來 歡迎問 老師好 我想請問一下老師 就是前幾年 台北有規劃的 蓋馬蘭族一個文物是石棺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石棺其實是 石棺文化的文物 但是那個 現在居住在花蓮的蓋馬蘭族 其實是 清淡這樣一晚事件之後才過去 表面上好像沒有直接的關聯 我相信台北在當時 一定有自己很多方面的考量 我想了解當時 可能有考量到哪些方面 謝謝 對啊 我說到這個石棺電影器 可是 倒不是 史前文化的文物 就是 可是 那個石棺其實很早 蓋馬蘭族就來看 那我們當然也有跟他講說 那個是這個東海 像劉宜超有一次跟潘曹誠講 那麼 但是他後來認定 覺得他的確是他的 這個 他認為那個早期放在 琴瑟那裡是他的 他雖然不見得一定認為 他是他祖先的 但至少在那一段時間裡面 他們找祖先朝夕相處 其實也是他們的歷史的一部分 就這個角度上來講 我認為其實也沒有 沒有重複 他覺得 就是 現在這種東西就是主觀 就是其實 你認為是就是嘛 其實博物館也有 而且最主要博物館 其實 沒有要歸還這件文物 後來也有一陣子 其實倒不是因為說 他講的道道 他講的有道道 而是因為那件本東西 真的是借的 借據 但是不是跟新社部落借的 是跟那個 工兵相公所借的 總而言 總而言 國務館 就是沒有那個法律權利 當然就被還了 但是後來又讓事情 讓事情曲折化了 當時也讓葛馬蘭潘超成 對台國館很不亮眼 就是說 當時我們 就是 其實從法律的角度 或者從這個 理論的角度 其實我們都覺得應該還 最後卻沒有還 今天看到是還了 但是後來又一陣子 又過了好幾年才又還了 當時 第一次的時候 就準備還了 那麼 事實上最後沒有還 不是台國館 應該是台國館 應該是台國館的上面 文件會員 他的理由就是 他就是怕骨牌效果 他說你一個還 是一件事情 你不然覺得應該還 但是如果 葛馬蘭還了你接下來 接下來那個 接下來那個阿美族啊 太魯閣將 就一路要下來 所以 整個案子是在文件會 被擋下來了 因此沒有還 但是我們其實 其實有一點點就是 我對那個 葛馬蘭族就是 漢朝成縣 都覺得我們就是 出了反而 為誰答應要還 就不用還 最近這幾年後來 因為時間 文件會也改朝換來 所以好像就覺得 欸這樣反過來怪我 我說你早開還 你為什麼不還 我說你們 政務官都已經換了 你知道前朝的政務官 是怎麼講的嗎 所以現在文件會還 現在的文化部 反而在怪說 你早開還了 你幾年前不還 你為什麼早就在幹什麼 所以我聽了 就很火大 總而言之 這個版的過程 的確是 在我們的考量是 第一個 它是真的不是屬於 太國外 它是直接替牌 第二個 其實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一直跟他講 你說這個 這個其實是 是看起來 這個在在學術 至少學術上面 它是巨石融化的 年代應該是幾千年 你們 尤其是葛馬蘭 一到西社其實真的 有優勢可靠 大概都到家庭 清朝以後的 真的要把這兩個年代 來做起來 其實 其實 就我們知道的知識上來講 好像真的 都不做起來 應該認錯了對象 認錯了所欠 其實他的解釋也就是 他知道這一點 但是他不在乎這一點 他認為 沒錯 即使那個是很早的時候 但是至少 他曾經很長一段時間 都在新社 然後他們新社的 新社人 有 就長期歷史基地 是附作在那個死官方面 就這一點來講 不管他是死前的東西 還是東西 至少他 曾經是這個 他們的機器 基地之一 他們要求回報 我們也覺得合理 這是葛瑪人的 演完最後 最後回去的 那個死活 在空哪 老師你好 就是想請問說 比如說現在 有沒有可能 一種狀況是 我把這些文物還給 部落 然後 因為現在 由私人去承擇這個 文物的情況 也不是那麼多 那方面部落的時候 那既要 返還到原址 又要 又要 使他保存狀況 能夠維持 有沒有可能是 再次有經費 或是 運作之下 可以要成為一個 該 研究機構的分館 或是服務館的分館 然後去列館 或是 看著他保持 謝謝 對 對啊 這個也是一個 這也是一個 可以做的 我相信也是 可能大家都 願意做的方向 就是 其實 博物館 其實也 對我來講 我有一個多一個 如果 如果回去的話 多一個 博物館 多一個 當然就管理者的角度來講 對博物館 有些人來講 是多了一件事情 對博物館長期的影響力來講 其實多了一個分館 多了一個助館 其實 我覺得 這是一個可行之路 那麼 我相信這未來也有可能 我們曾經 在判 剛剛講的那個案子 判以分載的案子 有提過這個建議 就是當時 介入的 包括我們介入會 包括台國館 來參加的後代 潘西奇牧師 那時候他應該是台灣最早的 他事實上從省政府的時期 就一直在請願 那麼當時 後來到了文件會的時期 有一次就決定 就是每次都信心給總統 反正就總統一路交下來 最後回答他 是博物館 但是其實寫得太多了 有一年就決定 大家一定要把這個解決掉 所以就開始 有文件會一起來協助來談 當時的建議就是 在案子社幹一個 博物館分館 然後案裡社的案裡人書 案裡有物 台國館的 其實全部到那裡去展 沒有坦承的是 其實重點是那個文物是 他不要給 來追討的是那個家族 其實那個案比較特殊的是 那個主要的人是一個家族 他 他不只是 他家族還有好幾房 除了他能不能夠代表所有房之外 他能不能代表案裡社的 甚至案裡社的那個 案裡社的主 能不能代表是一個問題 那本身就是 他只是一個潘家 那個潘尊宅 潘尊宅是序家系的後代 可是他還好幾個兄弟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族群人 一個家那邊一個人能不能代表 另外他也拒絕了 因為他其實 他念字在字的是歸還的問題 就是其實他的問題 他的想要擁有這些東西 其實是他父親的遺願 他認為他父親一直跟他講 說是很正常把他強收過去的 所以一再的叮嚀他 作為潘家樂長子後代 一定要把這個要求 所以他在字的是 真正在意的是所有權 但是偏偏在這當時的情況之下 所有權是最難談的 就是我難以迴返一個公家的 產品直接給私人 當然現在也許可能 在當時的情況之下 很難做到 所以後來就不用 但是其實一個分管的構想 其實當時要做的 但是因為當時的特殊的 情況之下 就不用把這件事情做成了 但是我覺得分管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建議 就是一個做法 就是你把文物 其實就大部分的大型博物館來講 我的真正的問題是 現在博物館的問題 我常常面臨的問題 我一年能夠光是展覽的報告 大概展出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已經頂到天了 那麼其實對於博物館來講 這是很慘的 尤其是要面對的一些 上面的立法院或者是什麼 這個長官 他都是比較需要看 一些實際的數據與的績效 如果每年只展出兩百件 如果我收藏有十一萬件 那每次的績效也不好 對博物館來講 其實他也經常希望他能夠多展出一點 但是其實只酷 因為他自己的capacity就這麼有限 如果多一個extension 能夠讓我們這東西多展一點 其實未常不是一個 解決博物館的問題的一個解決之道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讓你覺得說 好像他追調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博物館發不得以這樣的助力 然後政府才會助行 然後才覺得應該幫你做 因為這種事情通常都是 還有高度的新聞線 所以人家一吵吵一吵 他就會點幾個經費 去讓你去做一個分管 其實這是一個奇跡 而不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當然這都我個人的觀點 博物館的館長 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其實不見得所有的博物館 都有這樣的想法 不見得所有的博物館 會有這樣的想法 或者會有這樣的做法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其實很多長期的趨勢你可以 這個其實是一個奇跡 我借這個他的問題 我轉一下來想請問 一方面是你 李先生剛剛一直給我們些很 比較正面的一些例子 衝突對抗 合作代替對抗這樣子 然後說博物館角色也改變了 我們也可以看待自己 是一個明星的驚喜人 一個重見 那這邊似乎避開了 所有權的問題 也許那問題是說 設不設計所有權 是包括雙方的看法 那博物館是等於說 比方說我們回來 剛剛那個例子 一個分管 那就不設計所有權的問題 那包括實際上 我知道你們最近去年做到的 就是科項的科項回去 那是用一個on-on 一個長期的借展的一個情況 然後蓋的那個整個空調 那整個條件 是由他們地方上自己籌知 然後指示說 博物館這邊去幫他們確定管理完善 這個文物的保護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我們跟 就是他好像是一個明星出去了 沒有錯 那這不涉及到所有權的轉移的問題 這問題的確是比較單純 那這個 可是我們也 可是我們不知道在台灣多數的 尤其如果涉及原住民 或者我們剛剛講的一些跟認同 比較有相當意義的一些物品 他會不會涉及所有權的問題 這要從原住民的社區來看 這不是 因為博物館想到一個出路 那不知道原住民的社區會怎麼看 所以這個另外一方 換句話 這個話題還非常的需要討論 大家來看 博物館目前挺想到的 一個更寬廣的一些選項 可行不可行 為什麼可行 然後問題如果不可行 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辦法解決 那然後從科項的這個例子 一方面回到原住民相對 也許大家可以提一點意見 另外一個回到那個科項的例子的話 我是想請問李先生 台灣因為Napra出來 其實是跟那個墓 墳墓的墓墓的遺憾有關 那我們好像 科項是一個很特別 它是肉身做花的 那跟我們的宗教觀念比較有關 我想請問一般來說 有沒有什麼其他涉及人體遺憾的一些例子 或者在台灣 因為至少從日本時代開始 我們也有一些解剖科的 解剖學的發展 我們有沒有這一段 我們已經遺忘的 或者沒有從這角度來看的歷史 人體遺憾的部分 或人體相關的部分 我覺得是如果台灣要多大的話 恐怕是最有最定性的一個 一個的確有像剛剛總老師說過的 不只是科項 科項我們還有一個 我們也討論到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人 你讓他在這樣子 博物館庫旁 或者是在廟宇 有沒有想到歸障的問題 他是一個人 不是應該歸障嗎 其實就人道的角度來講 入口為安 科項當然是一個體專 後來我們最後得出的結論其實是 你可以看得出來科項 忽然入口為安是一個option 科項看起來 他是自願去做成 被做成木馬尼 因此他是做自身 他是做著變成木馬尼的 他看起來是要被 想要當肉身成聖 去貝雷加膜拜 這是他的 如果科項有主觀的意願 他是應該想要被 愛熱鬧想要被看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的確這是一個問題 如特別是 台大醫學院 或者是 考古發掘出來的 這個人體 不論是就人道的角度 或是就族群的角度來講的 我覺得 可能這個都是 我覺得比較嚴肅的 要不要 其實台灣的 有覺得考古醫學 考古解 或者是考古醫學 台大醫院的 就我所知 台大醫院應該還有不少 醫學 日本是在收著 人體的 不管就醫學的角度 或者就什麼角度 收的人體 都還在那裡去看 那個國館裡面 你就知道他還有 這些問題 過了大家今天沒有太多注意 但是我覺得這個 恐怕是一個最嚴肅 可能台灣如果要做 比那個族群文物 民族的那些 那個博物館收的 民族群的東西 可能還要 最嚴肅思考的問題 包括考古發掘 其實如果用 NAC標準來講 台灣考古發掘 這個東西 發出來的 南科這麼多遺骸 到底該屬於 博物館的呢 還是要跟 希拉亞組 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如果 人體遺骸真的是一個 一個 比較 可能比民族學的文物 又更 需要 思考的問題 但是台灣看起來 也沒有特別去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 如果就美國NAC標準來講 但是也許台灣背景上面 沒有那麼像美國NAC標準來講 像美國NAC標準來講 過去 過去這個 這麼盜默 這麼盛行 但是其實 如果照同一個邏輯下來 下一步 可能會談 因為一般的文物歸版 很多人都談這種人 人體的最容易談 因為人體就是太 再來 就是一切牽到人體 人體的東西就會 最 變得最 最具有靈感性 最容易進行 就規環的角度來講 通常都是最容易進行 把人家的屍體 祖先的屍體拿去 這個所有 作為人的來講 都會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這個 違反人權的事情 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很嚴肅 但是其實很嚴重 可能是下一個 會台灣 如果你去談論這個問題 可能免不了要 要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看起來 大家好像 並沒有太多 是準備來 來進行這件事情 好像也沒有太多思考 我個人覺得倒是 可能需要想 這個的確是比較嚴重的 那就進行 謝謝 請 謝謝 請 選人員準備請問您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講到那個 那些文物它 離開國館之後 還是可以當做了一個 文物 那種保存 或是就要保存 那個樣子 那我知道的一些例子是 我叫一個例子是 有一個神像他的意義就是被封侵蝕 然後慢慢就完全掉下消失 那他如果回到過的意義就是他不會被保存 那或者是剛剛你有提到那個 加拿大那個例子你有提到就是說 他離開那個國館意義 他會不會被呈現在這個階級外的人 這個知識可能就會保留在特命階級裡面 所以他可能就會出現那一個衝突的問題 那不知道這樣子的事情在台灣 有什麼樣的情緒討論或者是案例 其實你問我們的觀點 不是很正的我們的博物館 其實我覺得其實我們應該正確的思考說 博物館這個強調 一切都要把它保存下來的觀念是 我們其實不計一些任何代價 對在博物館的人來講 可是我們其實是不計代價的去保存的 但對於很多族群來講 你要讓那個文物不見得 物件不見得是給你保存下來 物件是給你 它也許經過損害它才能夠展現出來 物件我覺得博物館整個概念 其實有時候它應該檢討 它一直強調一直對 人家強調說我保存最重要 我能夠和後代主生看 但是其實這難道不是一個 一個西方博物館式的一個 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物資都保存下來 其實這是不可疑的 而且對很多族群來講 其實你真的一定要嗎 所以我的例子倒不是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到底這個文物到地方 會不會被毀掉 但是我只是覺得 我們是不是要跟人家講一支叫做 而且博物館的手段其實有一點 你其實 其實是不計任何代價的去要讓文物 有些文物也許早該壞掉 但是我用人工的方法讓它毀掉 然後你跟它講的是說 文物要用這樣的代價去讓它存下來 好嗎 當然你也不希望那個文物 在他們的族群邁路下被少數人說壟斷 或者是被疑似說毀壞 但是如果是那個族群自己願意的 如果那個族群認為說 我要把東西燒熟灰 才能讓那個東西精神的真正發揮 我覺得博物館有時候應該考慮 這一點可能性 就是博物館 其實當代博物館最大的一個問題 除了它的永遠就是它其實有一種變態的保存狂 就是我們準備訓練的 一開始就要訓練人家去想要如何保存 沒錯 我需要保存 我需要把東西給物件看 但是我要花什麼樣子的代價 去做到這樣子的保存 我覺得這個真的贏了 就是你要花 你要鼓勵人家用當代博物館 其實你知道我們一個月 一個庫房的電費就好 六十萬台幣 因為我們二十小時開的 開的這種高級的空 很溫很時空調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環保的經驗 但是博物館的概念裡面 其實我的溫度 對博物館來講 其實這幾年一直在跟政府吵 政府在說 博物館公家機關要節省省省 所以硬要把所有政府機構的溫度降 但是博物館不可能降 你知道我庫房當然不可能降 展場我都不可能降 而且這個降是 如果哪個館長敢命令我們降 就是大逆不道的就是 就是根本很不professional 博物館這個專業 其實有它自己的意義 有它自己的傳統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傳統 特別是在面前族群文物的時候 也要去思考說 有時候這個傳統不見得是那麼獨特的 有時候 甚至我在講有時候你到了部落裡去 尤其是我們現在常常跟這些部落的館 在做合作的時候 你會教它用我們博物館的態度 用當代博物館 甚至用高級的國立博物館的標準 去做一個文物的保存 這個好嗎 第一個它做得到處不到處 或是回事 但是要用最後蘊含的態度 其實是整個西方保存科學 科學普通主義在這裡又出現了 你沒有不見得看到一個文物 因為科學的原因 要把它做研究 如果它能夠解決什麼科學上的理論 人類學家也早已經沒有這個魅力 但是文物保護學家開始出現 有這種科學舞蹈主義的 你如果讓文物放在很不協調 很不正當的環境之下 這是一個藏意的道理 這還是科學舞蹈主義 有時候 有時候我覺得不管該想想這一點 所以你問我東西到人家很快 或者是給一個特定的階級看 那如果他覺得他們族群是那樣的時候 我覺得我幹嘛一定要去感受他 如果你覺得是這樣子 對他最好的話 但是重點是你覺得 就是其實你到族群的時候 有時候你也很難講 他這些人一些人表達 一定都是代表那個族群的脾氣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現在想跟族群對談 其實到底那個代表族群那個人夠嗎 就是他真的代表一個族群的聲音 我科學也常常有這種懷疑 如果跟我打交道中 是那個玄天上帝廟的 那個管理委員會的幾個族群的人 他們真的希望科學做那樣子的保存嗎 代表雲林縣大席相提起的聲音嗎 他也不夠跟博物館一樣 只是把它放在一個廟裡 但是這個只能夠代表大席的人 到底我要問到多少人 才能夠代表一個族群的聲音 或者他能夠施長的表達一個 代表一個團體的聲音 這也一直是很困擾的地方嘛 那麼當然每一次追討行動 或者每一次文物規反行動 都會有一個對象 那麼這個對象 它真正能夠即使最後有成功或不成功 它真正代表性 能夠代表一個團體 潘家能夠代表按理社或是法曬體嗎 其實恐怕很難都說定 如果整個問題來講 它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再來最後一個問題 不要客氣 因為李先生很忙 然後我也是好久才見他一面 沒有囉 沒有了嗎 那我們就在這邊結束 讓我們再次掌聲謝謝李先生